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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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教育人生 我是高維旭 今天價錢指數上漲 目前上漲了42點 價錢指數目前在10969點 其實今天往上漲 其實我相信有看我節目的朋友 應該不意外 因為我在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在這個這一根 4月3號的時候 我已經在我的 跟我的會員投資朋友說 路況往上漲 往上漲 為什麼往上漲 其實我在直播節目上已經有講了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當天如果是 這一根要叫你往上漲 路況往上漲的時候 把它放大一點 看起來比較清楚 應該沒有投資朋友會認同 大家認為說盤是還是 整個還是在一個偏弱勢的格局裡面 當時我在 我的傳證稿已經告訴各位投資朋友 包含我在直播的節目當天 在10點半到11點的時候 我那時候開盤漲50幾點 然後在10點半到11點的時候 往下跌到盛漲20點的時候 我一樣在直播節目上跟投資朋友分享 我認為路況行情往上漲 當天後來收盤漲73點 之後一路往上漲 看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今天流上影線也不用去怕 路況還是持續往上走 那這個東西證據在哪邊 我跟投資朋友說一下 之前我的傳證稿上面 第一的標題一定是我對行情的看法 所以我之前傳證稿上面是寫說 路況人見度不明保持空手 但是之後我在4月2號開始寫 路況人見度雲霧見善 我們要留意波段買點 是4月2號的傳證稿 4月3號是用4月9號 4月3號是禮拜五 禮拜五基本上去放兩天假 那大部分不會去 直接去說路況會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 因為都要看美國當天往上的開盤狀況 所以不會有人在那個時候 直接告訴你們路況要往上走 但是我的傳證稿上面就寫得很清楚 在4月3號是用4月9號 短線的路況是往上的 留意波段買點 4月10號適用於今天 我一樣這麼說 短線路況是往上的 留意波段買點 這就是我對行情路況的一些的看法 跟我的操作的說明 所以我說我們來看 這是我的交易刑法 那也跟投資朋友呢 跟你們做一個分享 該進則進 該退則退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 我們對行情的看法 如果行情 我是偏多操作的 行情路況是往上的時候 該進你就要進去了 但是如果路況是往下走 我是做多的話 該退場我們就要退場 因為有根無所畏懼 這兩句話 因為有根是選股的邏輯 你這選股在看盤的方式 你也沒有一個核心的想法 你有沒有中心思想 所以你有根據 所以當行情來 機會來的時候 你交易你才不會有所畏懼 才不會有所畏懼 我們回頭看大盤 當時的情況是不是 需要交易是不是需要勇氣 交易是不是需要勇氣 如果你這時候沒有進場去做 那個波段建立的持股的話 其實你沒辦法進去 而且如果沒有人給你信心 你不曉得你要做什麼動作 你就會錯過了這一段的漲幅 你就會注意 你就會錯過這一段的漲幅 所以我說當時交易 一定要有根據 你心裡有依據有核心 你進場你才會無所畏懼 所以我之前一再的跟投資朋友 去分享我對行情的看法 甚至我在說 有什麼股票值得我們是去留意的 去關注的 來來看一下 如鴻3月29號 我在節目上有跟各位投資朋友說 留意買點 第一個打底完成 第二個籌碼集中 第三個在2018年 經典營運恢復成長 在3月29號 但是我今天印下來的 盤裝的部分 4月11號 最高來到了380.5 當時我推薦的在345元 今天來到380.5 我們來看如鴻現在 還在378 還在378 這就是我在推薦的 當時蓋進場的時候 我們就要必須做進場的 包含我之前說過的經測 看這邊 4月3號 我說留意買點 3月28號 外資買超207張 低檔有出量 而且價格低檔不破的情況之下 我建議投資朋友要留意他的買點 要留意他的買點 今天經測 當時的位置在這一邊 不是朋友 當時的位置在這一邊 現在經測上去了 今天最高來到846元 最高來到846元 現在還有824元 這種股票 股本這麼大 價格比較貴 沒有人帶 其實我覺得 投資朋友真的不會敢去進場去買它 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都看不懂 其實這種股票沒有老師帶 你真的不會去進場去買它 之前我說過了 這邊是有法人外資持續去做買超 今天有個新聞出來 我們常常對外資的研究報告 我們都有一些些疑惑 就是外資如果說研究報告 是不是開始就是一個賣壓 就是它的獲利了結的部分 就我實際上操盤的經驗來說 我覺得要看股價的相對位置 如果股價在相對的高檔區 它發一個買進平等的報告的話 當然我們要逆向思考 這張股票外資是不是 開始要做一個出貨的動作 可是相對的 如果股價在相對的低檔區 外資出了一個買進平等的報告的時候 我們就要特別去留意了 所以之前我只告訴投資朋友 金冊在這一段時間 是有外資進去買的 今天新聞就出來了喔 投資朋友看一下 11月11號的新聞 大摩小摩同時喊進 金冊要重返千金 他認為今年本季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了 未來開始會有新的殘忍 新的營收會進來 所以它合理股價 合理的推估股價是1049元 1049元 我來看金冊 這一段下來 敢不敢買 沒有人帶你買 其實我覺得 一般投資朋友 他不會去進中股票的 所以這個是 這是我一直在說的 交易的過程當中 我們一定要有 第一個有風險評估 第二個我們要有資金效率 第三個要危機處理 這些在在所有的東西 都是你必須先有路況 你先看得懂行情 你才去做現場交易 所以一樣帶一下 我之前看好的股票 還有哪些 包含了 我有帶會員買進的 3月30號 育邦56.9元 今天4月11號盤中60塊2毛 我看一下育邦即時判報價 59.8元 最高來到60.5元 是不是賺錢 利敦3月30號買進 39.05元 來看利敦 39.7元 還沒有發動 我持續去看好它 藍尾也是 4月2號買進 12.2元 一樣跟投資朋友做交代 12.4元 還沒有結束啊 投資朋友 有看到 紡織類股 絕對還沒有結束 有看我的節目應該了解 我之前也只要推薦 紡織類股的盧虹 盧虹 盧虹今天持續去創新高 紡織類股絕對是不寂寞的 未來有什麼股票我持續去看好的 跟投資朋友去做一個分享 1467的藍尾 銅心電 01 這些我還是持續去看好 找進場去做買點 找買點 那今天的節目呢 時間差不多了 我提醒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開始法人主導行情 內資區做休息 那晚上我們要留意的 美股會去公佈一個消費 消費者信心指數 那這些開始就會用 基本面來主導行情 那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是高維旭 我們明天見 本服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